然后呢这个我方有一些这个涉及通报的一些资讯 四月份开始我们的空军一连串的对空对海的涉及训练 然后危险区域抵近了台海中线 还有一些讯息加在一起给大家看 大家才会懂台东外海呢有攻坚出没吗 我们的海风大队两个礼拜之内不断的被发现出现在马路上 那今天更被民众发现发射架都升起了 很多民众去围观说什么大事发射架升起了 是现在就要打仗要急发了吗 还有呢这个东部战区昨天晚上有个大型的纪念活动 纪念什么呢渡海登岛作战胜利七十四周年 之前我们要我们空军讲跨子业这个训练嘛 他们立刻就推出了夜战有没有夜间的这个训练 以及我们看到天空三行我们昨天曝光 飞旦阵地在Google上清清楚楚秋国正说我要找Google问清楚 那赖清德是不是要找Google问清楚呢 因为赖清德的赖皮疗也在Google上 我们看到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个朦胧的面纱给拿掉了 这应该是一个高度国家机密 然后紧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针对台湾 你看这种合议叫什么 来导播我们把那个大图调出来 这样比较清楚 对对对 就是他这个想念一开始就表示说 这个解放军已经运用他的航空母舰 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 主角跟这个反制作战 这个就是他的殲二十战机 殲二零 这殲二零 这些都是殲二零吗 不是 这个是殲二零 你看他这个因为前面压抑在前面 那这个是殲十五 殲十五 殲十五是哪一种 是山东或辽宁号 他们上面带的舰载机 也就是说他的航空母舰 他演习想定 这点倒是还蛮合理的 就是这个共军的航空母舰 已经到了东海地方 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阻止 美军的支援的一个作战 所以你从他的殲十五 跟他的隐身战斗机 殲二十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包围了台湾 那你看这些兵器代表共军的登陆部队 在台湾这边准备实施登陆 那此同时来讲的话 大概这个部队里面也很明显的 就是截断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联络线 就组织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联络 阻止日本对台湾的资源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共军开始实施两栖正规登陆 然后我们再回到地图那一张 回到地图来倒报 大概初始我们这要想定 不是地图导播 下一张 这个叫想定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双方的态势是怎么样 对不对 共军来讲 他已经到了台海的东线 航空母舰也到那边 然后他的隐身战斗机 跟美国的F-22 已经在这边接触 然后共军来讲 登陆船船已经到这个地方来了 好 那紧接着下来 我特别要讲 当初美军的本来是要打台湾的 麦克阿斯要打台湾 打台湾他的叫提陆作战计划 他在哪里登陆呢 就是这边有个地方叫加入塘 为什么加入塘 你去看联星演习 我这不是 大家上网 每个礼拜记者都可以看得到 每年两期登陆演习 对不对 那个两期开口销战车 开到海边以后打开来 前面打开来 战车就直接开上来 那个地方就在这里 这个是最好登陆的地方 他可以距离岸边 这个大船开到岸边 再战车的大船开到岸边 离岸大概只有五公尺 战车就直接开上来 五公尺 对 所以每年我们自己的国军登陆演习 也在这个地方演练 叫加入塘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这个我们叫苍龙农场 事实上他是什么 平和公路大家都知道 平和公路大家就有 就比较有具体的概念 但那旁边那块都是甘蔗田 是农场 在农场在那边来讲的话 是空降最好的空降场 屏東是一个 所以他这边登陆配合这边空降 然后就往北打 打到哪里 打到高平溪 高平溪这边之后 屏東有机场 日军在那时候就开了机场 然后美军越南是利用高平溪以后 这个阻止日军来反击 建立摊头堡 然后在屏东机场 他的B-29可以直接飞到日本 去轟炸日本 就后来麦克阿瑟把这个计划 改到在这个冲绳那个地方实施作战 所以他推到冲绳 就跳岛 我们讲跳岛 就跳过台湾岛 本来要在这边打 那日军知道日军知道 日军在这个地方有个叫 在这个地方 有个叫石头岭的这个区域 盖成一个要塞 就准备本来我们讲 硫磺岛浴血战 会在这个地方上演 是在这个地方上演 他那个阵地非常的坚固 泡在里面又有泡 又有机箱干嘛 就是硫磺岛的那种 那种公式构筑在这个地方 叫石头岭 好 那现在来讲的话 蔡英文我第一个就要揭穿蔡英文 你每天在那边讲抗中 抗中保台 那这个作战计划 所有军人应该都知道 提路作战 那这个石头岭 可能有少数人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石头岭是怎么样 一直到我任内 之前还是要塞地区 不是算堡壘 也是要塞法来管制的 因为坐在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但是现在拆又把他拆掉 盖光电板 被我们的三军筒 下给拆了 对 他现在盖光电板 所以那个地方 假如这个地方失守来讲 你看 这边的登陆 这边空降场完全没有药剂可守 所以他就大辣辣 可以上来 上来往这边吹 对 那这边有屏東机场 下面还有那个 那这块地方 你看沿着这个河 一直到这个山 对不对 就是沿山公路 这边这一线 就是一个标准的摊头阵地 后续来讲 他可以利用东港 利用防寮宇港 他的大型的后续的资源 资重或者战车 就可以利用东港 跟这边上来以后 再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往上推 但是按照他这个兵退的剧本 是说 这个共军两栖部队高频成功上岸 然后消灭了国军的一个营 但是空降部队不成功 折损了三个营 机场是拿不下来的 然后三周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中北部的国军 就从东西两侧南下 跟北宫的陆军会合 有没有 双方都会有重大损失 所以假设有这么一天的话 我说共军那些军事行动 只会局限在南部吗 北部不会吗 中部不会吗 登陆坐在一定有一个叫主登陆 驻登陆还有阳登陆 对不对 北部一定是驻登陆 然后中部地区可能是阳登陆 我就把你北部的部队 牵制在北边嘛 让你没办法下来 现在我就不是军事专业 但我看了这个东西 我就想说共军真的会 就是老老实实的 只从这边 北部中部 他他都没有动作 他就老老实实的 这边上去 等你下来打他吗 像洛曼地登陆 我们都知道 那时候这个盟军登陆来讲 他是在洛曼地登陆 他一直在加莱那个地方 在那边洋动 就让德军以为 他会在加莱地区登陆 所以说他在这个登陆的同时 他在北部一定会 一定也会有驻登陆 就台北 我讲明来就是领口 但是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 他关键的必要条件 是日本基地 如果美国不能够用日本基地的话 没有办法派战机加入战局 那我们再回到第一张图 就是那个满满的飞机的那张图 导播 所以从这个是美军 美军给的那张图当中 第一张图 那你就看到以这个态势来讲 到时候美军能够使用日本基地吗 他这个兵推是说 最后结果是美日台产胜 那大陆是这个失败的 但是对美国的领导 全球领导地位会有折损 那大陆的共产党的这个挑战 会造成影响 然后大陆的海军 海军会化为乌有 你觉得结局会是这样吗 第一个你这个想定就 很多事情地方不合理 不合理 第一个我想为什么不合理 因为你怎么知道说是空降部队 他会失败 因为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没有空降的一个反空降阵地 我刚刚讲那个反空降阵地 现在是光电板 当初这个日本人在那边盖那个阵地 就是针对昌龙空降场的一个反空降阵地 那你这个阵地现在已经变成光电板 那时候老百姓还去抗议过 希望能够保留这个日军的遗迹 当作补迹来保留 但是他们不管 光电场立刻把光电干上去 所以那地方已经拆掉 无险可守 所以怎么可能 第一个你的推论就失败 这地方如果说没有反空降阵地 你怎么去说人家空降一定失败 这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知道他如果在这边登陆以后 我们前两天不是讲巴丹岛吗 那空军如果在这边建立阵地 第一个就把你巴丹岛干掉 你不是巴丹你死个胆 他也把你干掉 他一个飞弹过去你巴丹岛你还守得住吗 那巴士海峡就完全控制在解放军的手上 所以这个时候日本会变成关键吗 日本如果情意相挺我们就会赢吗 我觉得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日本可能会怎么样的方式 我们从俄乌参春里面可以体会到 就日本可能会提供一些情报 我情报有软性的资源 或者是说一些潜舰在那边洋动 对不对造成你共军来讲 你没办法全部的军力投入到台湾 然后我用潜舰或者是提供一些电子情报 空中的情报 做这些技术方面的一些资源 但是你说实际上面兵力要投入 他绝对不敢 但是我认为说他机力都不敢借给美军 那美国的F22真的会来吗 F22已经淘汰了 这个想听我觉得最好笑的地方 F22你如果说是F325我还相信 F22关岛都没有都已经 都已经撤到关岛后面去了 他现在如果说你今天这个想念写的是F325 我或许觉得说你还有做一些功课 对不对 你连美军自己现在用什么样的 隐身战斗机你都不知道 你还在F22 所以就是日本已经没有F22 他已经撤走了 现在还讲关岛那边 这个都是在关岛后面那一线 或许他已经不生产 也没有料金他准备要淘汰 如果说你这个想定 如果说你用的是应该要用 也是这个航空航母的F35 比较让人家能够相信 所以你讲那个F22 从他的这个登陆状况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兵推 不是真的是这个 你真的是真才实学 那你对台湾这个地方 你没有来过 你凭什么去下这个结论 对我们我们居然要讲 有很实在的 你必须限制去勘察 我跟各位讲 刚刚那个地方 每一寸土地我都走过 就那个我刚刚讲的屏东 每一个港口 仿寮渝港 东港 然后那边沿山公路或什么 我都每一条路 我都这个用两条腿去走过 甚至于从那边一直走到台东 那边我们都去限制侦察过 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到限制去 你就是只是也是跟那个吴指甲讲的一样 就是打嘴炮 纯粹就是政治的意图